這是第44頁範例時的 他說有一個二次函數y等於x-3的平方 勾號平方 看圖形的最低點在a是d嗎 那我們可以知道最低點是a 用b解錯的去求出來 a等於3 然後他說這個函數與y等於9的圖形交於b是兩點 然後他有特別強調b在c的左方 所以b在這裡是一個正 那我們利用這兩個聯盟可以求出 他的x座標等於0或6 所以b是0到9 c是6到9 他要求的是三角形abc的面積 三角形abc的面積我們可以知道bc長是6 然後a距離bc的直線距離是9 所以用6乘以9去除以2得到答案是27 再做個總結 所以我們正解的答案是27 我這總結不是這樣總結 是把題目再說一遍 對 再總的回顧一次 這二字函數 我會接你從圖形去描述 它是一個二字函數 然後你可以把書本放下就可以做到更多次 好 簡單講長話短說 怎麼做 我們先求出0點 然後再求出於y等於9的座標 就可以算出這個面 三角形的面積 2的7 OK 好